各位企业大家好 欢迎收看DCT的相机场景说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旁 有我们的企友在网络直播街上 派出过来的一旁精妙对场局 这旁棋局对红方来讲 直力非常少 仅有四个兵而已 而且兵力十分散乱 而黑一方却是直力众多 有双狙炮 三个组来作杀 一上手只要借江助攻 借炮助威 拱中族平中族都是一个杀棋 红方此局根本是防不住 只能以攻为守 那如果说此局红方能够取胜黑一方的话 估计很多企友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今天呢 我为大家仔细拆解一方 看一下红方到底能不能赢 首先呢 一上手第一步棋 红方这里 平兵将可能是行不通的 黑一方一下老将 仍然可以高层无忧 一旦黑一方有双狙的存在 红方呢 也只能等着办 所以一上手红方即便呢 就要连打黑一方的双狙 怎么走的呢 这里平兵吃狙 或拱兵吃狙 都一样 对一方来讲 现在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因为中路有刷免 你是无法评价战中的 要么下降 或进居吃兵 这一步棋 首先 我们先看一下 黑一方下降的一个变化 一旦这么走 红方这手千万步的大意 有些企友呢 都会急求成 像汤吃一方的这个居 但是吃完居之后 却发现不对劲 因为一方一下降 仍然可以高枕无忧 但为一方仍然是借江苏公 借炮诸位 拱族贫族的杀旗 你现在拱兵吃炮 也来不及 这里呢 尽管你可以拱兵 卡向来一将 但也无济事 黑一方这里呢 是不会上老将的 而是平炮 白打红方的这个底兵 现在红方即便呢 兵力十分分散 这里呢 只能用这个高兵 挡住将面 防止你借江助攻 倒是呢 已经为十一万 黑一方这一边呢 平足一将 红方平算 拱抵族 这里呢 平抵族绝杀 这一步棋 红方肯定要败 所以呢 吃居呢 我们回到一开始的旁边 红方平兵吃居一将 如果黑一方下降 这里是不能拱兵吃居的 但红方这里为的 正手是借江助攻 抗是将为教 将一来 前面就有所不同 趁着中路算命的优势 黑一方无法上降这个弱点 把你引下去之后 紧接着继续拱兵将 黑一方迫不得已 只能上降 红方呢 利用双高兵 就可以呢 形成联动的困杀 那这也是一开局 红方这一边选择平兵吃居之后 黑一方下降的一个变化 这里一方比较弯强的走法 是选择拱 掉红方的这个高兵 一旦这么走前面就有所不同 现在红方这一边呢 仅有两个上乱的兵 可以照杀而已 这里呢 只能继续拱兵吃居再说 大红方呢 红方呢 继续拱兵下去 可能是毫无作用 吸取了刚才的教训 红方现在 又用兵抗尸来围剿 一旦这么走 局面就有所不同 下一方只能下降降 这时候呢 红方呢 千万不能着急 如果继续拱兵的话 黑一方即将助攻 拱足一将又是杀 所以呢 红方要利用这个高兵 巧妙挡住降面 这里服务有一部 拱高兵将的杀棋 那好像黑一方这里 抬个炮上来防守不就行了吗 当你却忽略了 红方有借帅助攻的机会 拱中兵也是杀 所以呢 黑一方即便呢 在抬炮之前 要利用这个组 引力红方的刷面 但到底呢 凭哪一个组来围剿呢 如果凭左边的组 反倒输得非常快 红方把帅呢 一亮出来 现在呢 面对红方的拱兵杀 黑一方只能抬炮 形成一道防线 但是呢 根本来不及 红方只要拼兵吃炮就可以了 你现在呢 拱底组下来 也已经为希望 红方呢 拱兵一将 借江助攻 逼你平将之后 就是一个恶鬼派门的杀棋 所以呢 此局呢 到了这个旁边 黑一方即便 是不能凭左边的组来围剿的 这里呢 最弯强的走法 是凭右边的组 把帅赶到失路 建议来 前面就有所不同 这时候呢 黑一方站着抬炮 我也是不忘 先红方呢 就不敢吃黑炮了 因为一方攻击足 这里是凭足绝杀的机会 红方呢 根本反不住 必败 所以呢 到了这个旁边 对红方来说 这里呢 既然平民吃炮 已经来不及 当经常走残局的旗友 都会看出一步秒手 就是呢 利用双兵 走成疑形换位 的一个妙招 把老家引到中路之后 再次评高兵 维持不完 下部旗意图非常明显 拱中兵一将 B一方评价 借江助攻 就可以白打黑炮 走成了 恶鬼派门的杀棋 而这时候呢 对黑一方来说 如果呢 选择抬高炮的话 也行不通 因为这里呢 我拱兵一将 你出老将 我还是拱抵兵 照样是杀 这里现在黑一方呢 拱族已经是来不及了 炮呢 又被率所双裂 无法凭中炮来防守 一旦这么走 黑一方肯定要败 但是呢 每当这个时候 这里呢 黑一方都有一部妙手来解围 就是呢 太山压顶 相信呢 各位旗友 已经看得出来了 但红方呢 还是步步紧逼 继续拱兵将来牵制 把老将引出来之后 紧接着呢 再次拱兵兵来吹杀 黑一方呢 十分无奈 这里呢 唯有呢 拱兵足下来 把帅引到中路之后 平中炮 来防守了 而一旦这么走 现在对红方来说 仅有这个高兵可以发挥 所以呢 只能快马加鞭 拱兵过河 大概一方这手呢 仅有炮足而已 也可以平足过来 把足呢 平到中路之后 当炮再用 创造呢 炮这样的绝杀机会 这时候红方呢 就不能大意了 现在红方这个兵 一旦拱下去的话 反倒呢 来不及挡将面 所以红方呢 威得正手 要勇于呢 赶紧平高兵过来 而黑一方呢 一平足 红方呢 就再次平兵 这时候呢 黑一方这一边 可以选择退高炮 来平足叫杀 但是这个炮 到底该倒腾到哪里呢 如果说退炮到巷口的话 红方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只要平高兵 挡住将面就行了 你现在平高足 不叫炮将 我就平老帅 这里呢 红方只要慢悠悠的 拱高兵下去 就可以呢 构成绝杀的机会 你现在呢 想利用双足来围剿 根本呢 来不及 那这一边的黑一方 平炮一将 红方呢 就平高兵 远离黑一方炮的牵制 你现在呢 这个炮又要防止 红方的平底兵围剿 炮又被刷给拉住了 只能再次平高足 叫炮将来牵制 红方呢 只要再次挡兵 就可以了 你如果继续平足 叫炮将 我就平高兵 黑一方这个炮 又不能长江 对吧 所以迫不得已 也只能平炮战中 而一旦这么走 红方只要拱高兵下来 黑一方呢 就十分无奈 因为现在呢 炮已经没有施展的余地 你平足战中 困住红方的算面 但已经为时已晚 我只要一拱兵 这里呢 走成了斜线伤兵 平兵拱兵都是杀 黑一方肯定要败 但是呢 我们回到刚才的旁边 当红方即便选择 平高兵过来的时候 有些企则会认为 你这个炮 退得太后面了 应该把炮 退到竹林线 这才是正手 对吧 但一旦这么走 红方也一样 平高兵 挡将面 你现在平高足 叫炮将 我就平老算 你尽管呢 可以继续平中足 待会呢 平足过来 炮将就是杀 隔不是成杀的机会 好像红方这个兵 比黑一方的炮 慢一拍呀 当你一旦拱下来 黑一方也平足 这时候确实 黑一方炮将有杀齐 但红方有一步 掉虎离伤的妙手 就是呢 通过弃兵将的手段 把黑一方的炮 给引回去 将一走黑一方的 失去了炮将为奖的机会 反倒红方一旦拱兵 这里呢 平平失杀 拱高兵也失杀 黑一方呢 彻底担不住 肯尼尔败